還有沒有落掉誰? 秦大使 好,那個秦日新,秦大使 秦大使 OKOKOK 好,我們 所以我們今天本來差一點不能進場 現在反而變提早進來 還是謝謝大使 那也謝謝我們所有的團員 我們有葛委員 這個楊志瑜 還有這個帶太遠近的好像是我們的韓吟 還有李妍慧 還有范雲委員 還有我們的這個 潘永宜 那個許... 許... 許惟元 有看到許惟元 還有沒有落掉誰? 秦大使 好,那個秦日新,秦大使 OKOKOK 好,我們 對外一致,國家利益一致上 連被優先帶進來都全團一次 OK 我們那一位 OK 大使也要講一下 來,大使來 那個...今天是DNC最後一天 那也是Kamala他的總統被提名的第一次演講 所以外面塞滿了群眾 剛才在安檢點那邊宣布暫停 不讓人家進來 那主辦單位呢 在做宣告的有一位他們的工作同仁 應該是國會相關的助理 看到我們這個余大使 就走過來說 剛才的宣告呢 不包括你們 我會很快的把你們帶進來 就看到台灣代表團 現在這邊 代表團 我們全部就因為 我們駐美代表處的一大使 然後就帶著我們大家 直接就走進來 而且 連日本的總領事都還在外面排隊 我們台灣團 現在已經從最後面 直接拉到前面 那剛剛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不曉得是不是裡面客滿了還是怎麼樣 他所有的進場都暫停 那我們可以來到現在這個點 其實是算滿幸運的 好所以 謝謝大使 大使 大使 我們就是 平常靠我們 維持人脈 不是我的問題 是我們同仁平常的維持的關係 跟各政黨 包括國會 不過那個人說 我想剛剛是民主黨的一個助理 那就是 剛才那個國會助理 他剛好就是負責控場 其實 各國代表團 這麼龐大 這麼重要的代表團 其實也不多了 外國代表團 我們有 六位委員 其實也不容易 所以 他們也是重視台灣 重視我們 不過坦白講 我們要誠實說 剛才那一位工作人員 不應該會認識我 所以要去認識我 認識我們台灣駐美的代表處 那特別幫我們當貴賓 直接從後面帶到前方來 那現在後面排隊的隊伍 覺得我們都暫停 大家可以看到都不動了 所以我們今天 本來差一點不能進場 現在反而變提早進來 還是謝謝大使 那也謝謝我們所有的團員 謝謝 我們有葛委員 這個楊志瑜 還有 這個代表你記得好像是我們的韓營 還有李妍慧 還有 還有 還有范雲委員 還有我們的 這個 潘永宇 那個 許 許 許委員 有看到許委員 還有沒有弱掉誰 請到誰 請 好 那個秦日欣請到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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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對外一致 國家利益之上 連被優先帶進來都全團一致 OK 拜拜 我們現在要去DNC的會場 在我旁邊有李妍慧 范雲 韓雲 還有 丹永宇 還有黃國三委員 我們現在 排隊 這邊的氣溫呢 看穿著會覺得是27、8度 那 看范雲就知道是17、8度 那太圍巾了 有十度的差異 那今天晚上的重頭戲是拜登總統 因為今天是今天晚上 拜登總統會在10點15分 在芝加哥時間 晚上10點15上台演講 那現在時間呢 是他們晚上7點多 7點40 7點40 那 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排隊 好多人 好多人在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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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現在就在準備排隊進到他們的會場裡面 那會場裡面他們有演唱 有Tino Speaker做演講 嗯 今天還有希拉蕊也會 好 我們現在在民主黨的 黨代表大會的最後一天 從第一天 是拜登總統演講 通過黨當包含對台 六項保證 第二天 是歐巴馬演講 同時那天 通過黨代表票 決定提名 赫美拉以及沃爾斯 那到昨天第三天 是副總統提名人 沃爾斯的演講 今天是最後一天 今天呢 包含拜登總統會再來 還有這個 Kamela 她也會發表演講 整個會場 湧盡了大量的人潮 所以剛才 在外場 就已經停止入場 那停止入場之後呢 我們因為台灣代表團 我們駐美的大使 那一大雷 那被工作人員 直接引導 帶我們整團呢 脫離停止進場的地方 直接帶到內場 人沒有想到 逆行局以安全為理由 會場都沒有座位 整個shut down 只出不進 所以當時我們又不能進來 然後就經過一番交涉以後呢 現在我們又再度進到會場 那我們現在進入到 美國的民主黨大會 最後一天 總統提名人 Karis她的演講 跟相關的造勢 那這一次 赴美的官選團 是針對民主黨 而共和黨的時候 同樣台灣也有籌組官選團 來關心美國的好朋友 民主的喜事 對台灣來講 共和民主 都是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來觀選 我們來了解他們所有的進程 以及對台相關的政策 那今天呢 來來的 所有美國政堂的大咖 好萊塢的明星 以及所有關心的人在這裡 那剛剛我們看外面 包含日本 住這邊的總理事 普爾奇大使館的人 都還不能進來 讓我們台灣 住華府 以及芝加哥的辦事處 還有我們整個觀選團 全部都進到那場 那我們現在在會場當中 來觀選 來參與這一場 可以說是史上相當激烈 最接近的一場選戰 那我們人就在芝加哥的 風牛隊的主場 United Central 為大家見見這一切 我們一起參與 我們今天來的 我們要иг手 講究竟 来到决戏 节目 January 6th was a perilous moment for our democracy. Never before had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brazenly assaulted the bedlock of our democracy, so completely embraced political violence, so wilfully betrayed his oath of office. Let us not forget who assaulted democracy on January 6th. He did it! But let us not forget! Are y'all ready?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to win? Are you ready everybody? Clack your hands like this! Clack your hands! Now somebody scream! Yeah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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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